日前新一分局南投专情队联合专案勤募 在新一乡同富村一处很偏僻的公僚 抓到三名失联移工 以及发现三只土造长枪 待为新一分局后就移送南投地检署证办 新一分局执行查气造法林木 针对山区可宜草公僚列为查查重点 在4月10日深夜根据宪报 在新一乡同富村一处公僚 查获三名失联移工 同时起获三把土造长枪 初步见识都具有杀伤力 那全案也依照违反枪炮 当意要刀卸管的条例 以请南投地检署侦办 失联的移工藏立于山林 盗罚需有珍贵林木 严重破坏国土 甚至涌枪之重 本分局为了净化辖区之安 以及维护山林之美 共同查气破坏国土相关不法行为 一人黄书林也表示 失联移工藏立于山林中 先前也有发生盗彩珍贵树木 以严重破坏国土保育 因此联合南投领管处 以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相关单位 进行联合查气 南投县政府信义分局 以日前在我们信义乡 统户村查获失联移工 在公表里面并发现他们持有非法猎枪 信义分局 侦察队以违反枪炮弹刀管制条例 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村林在这里呼吁 现在四年移工 大部分都是盗罚林木 请各位乡亲民众勇于捡取 来保护我们的山林 目前全案已经依照 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以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警方查气破坏国土相关的不法行为 也请民众踊跃提供盗罚林木的犯罪亲资 共同打击山老鼠 记者邱平利新议采访报道